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有的人是在无声的战场上 特别了不起 刚才慧姐说到的战场 所以今天中间力量当中也有战地激酒 我们掌声有取我们的战地激酒 彭林 好斯文哦 您怎么在枪林弹雨里面摸爬滚打的 是这样的 2000年到2005年 我是在巴基斯坦驻站 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现在是 是要著名的反恐前线 这样子 对 只要事件以后 那么巴基斯坦阿富汗这样的地方 经常是从来这个恐怖啊爆炸 哇 这个太了不起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 他是2000年的11月前往 巴基斯坦记者站最年轻的首席记者 当时才29岁 您经历过的最 就像我们刚才慧姐经历过那种最危险的一次 最危险的一次 我觉得应该是2002年 到这个喀布尔 有一天早上出去采访 全程戒严 然后我们也比较急的一个事情 那么需要通过这个路口 发现这个阿富汗的军警啊 都是核枪实弹的 枪直接就对准了你 当时就是直接拿枪 针枪实弹 对着 你们没有过这种经历吧 没有 我有 真的 我在大概2000年 我去云南采访 我们是要抓紧时间赶小路 租了一辆桑塔纳 开着车就在小路上走 走到一半 突然间草丛当中穿出几个人 就拿枪对着我们的车 赶快让我们下车 要搜查我们的车 出示证件 你知道这为什么吗 他们收到线报 有这个境外的贩毒的人 也租了一辆白色的桑塔纳 在这个时间经过这条路 这太巧了 下车下车 我们当时还准备掏证件 我们是记者 你是不是忘寒 你是不是忘寒 他后来告诉我们 你还敢把手去掏记者证 因为很多这个毒贩呢 他把手榴弹就放在这里 对 他很有可能就开枪的 打你的手 养也不能装 刚好我们车厢打开之后 是我们装摄像机的大箱子 他就以为里面真的是 真的是毒品 很紧张的就拿枪 就是 啪的 就说 后来有个女警认出了我 帮我签名 帮我签名 好 签名 好 签名 十个 好 十一个 你赔一个都要写 生日快乐跟名字 全部完成你的要求 当时真的 你知道吗 就这种感觉被枪 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但是他们几乎天天是这样 而且你还是在中国境内 对 我还可以语言通 哎呀 模特了 看不出玩笑 怎么会呢 对 对 我们来看看他一些 在账号里的一些照片 这是去伊拉克的编程去采访 我抱着那个小女孩啊 是在难民营里 应该是最小的一个小难民 当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 就是赶紧到这个难民营里去采访 也是费尽了这个周折 因为是一个小难民 然后就担心啊 他的母亲不接受这个采访 因为穆斯林 比如说对这个 不是自己家族的男性 他是不接受排斥的 对 暗民营里吧 我们去过很多次 知道里面准备着婴儿的这个东西 不是很多 很小 对 他就不接受了